现在进入传统市场采买一日要采石连制 凉额温并且全程佩戴口罩 泰山区长林庆峰就呼吁民众 采买时一次买足 买好就走不要逗留 也提醒民众最好都准备些零钱 减少找钱时会接触的风险 因应疫情泰山公有市场落实防疫措施 致志会长国师德指出 民众若要进入市场采买全程需佩戴口罩 一日采石连制并有专人把守 为民众粮额温舍不消毒 同时市场动线也做了管制 只开放全新路一楼及二楼坡道出入口 以便有效控管 我们泰山公寓在环境这大期间 都有做人流的管控 安全距离都有做 每个消费者来我们市场 一定要粮额温 你来都会噴到手机 环境距离肥环台都配合就好 不管来中还是外中 都经常安全记忆做得好 那目前的新冠肺炎比较严重 那麻烦各位乡亲 如果说到我们公有市场采买 就请务必要配合我们相关的一个人流 以及实联制的一个管制 那大家在采买的时候 务必要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泰山区长林庆峰指出 传统市场大多用现金交易 加上买卖双方经常溢价或化加长 增加接触传染及飞沫传染的风险 为避免传统市场相互接触成为防疫破口 呼吁民众一次买足减少次数 买好就走不要逗留 那能够一次买足 那买好就走 不要逗留 那也减少来采买的一个次数 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做好防疫 那我们能够赶快把疫情能够控制住 再次提醒大家一起来配合 林庆峰区长呼吁民众要自备足够零钱 减少找钱时的接触风险 多运用网络帮忙采购 前往市场采买时 也请务必配合并遵照相关人员管制 及引导措施 记者呼吁宣泰山采访报道